這幾年很流行 將風乾的水果片加入花草 一起放進水中浸泡 靠著自然的香甜 來替這無味的開水增添風味 而在台灣有一家果乾水創辦人 他因為從小跟著爸爸 在屋頂農場種植花花草草 種出了興趣 2014年他就成立品牌 而且堅持使用台灣在地的農植物 甚至連產品的內容物 該怎麼包裝擺設都有嚴格規定 而這樣的堅持讓他們的營業額 從第一年的180萬元 成長到了3000萬元 趕快帶你來看看他的創業故事 我們以洛神為基底 像這一杯我們就會特別去調一些 像荊棘或是杭菊這種喝起來可能對於喉嚨 或是整個比較舒緩一點的一個效果 以洛神為基底的茶飲透著淡淡紅寶石光芒 慢慢喝下一口酸甜中帶點清新的菊花香 這是這幾年相當流行的果乾水 將低溫烘烤過的果片搭配著花草 在水中浸泡出自然香氣 當初想法其實很簡單 就是把這些香草做成飲品 就是我們自己在喝 然後也希望把這好的東西提供給附近的鄰居 其實就很單純 於是2014年他們決定成立品牌 而當初這一個簡單的想法 就是從這塊屋頂農場開始發酵 香草貨物其實有些都蠻小的 譬如說像這兩個它可能看起來就很一樣 像濾波火它的如果要用眼睛看的話 它的葉片可能比較圓形一點 那像那種檸檬香蜂茶 它葉片就是比較有點尖形的 那再來的話就是可以用手觸摸 它的葉片稍微厚一點 它的葉片稍微薄一點 那最後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你就會掰一片來直接聞一聞看 它的味道是不是跟這個是一樣的 譬如說像這兩個 實際在搓出來的味道就是完全不一樣的 就在我們看來長得都一樣的香草 狗玉山卻是一眼就能分辨 從小和父親在屋頂農場裡打滾 也練就了一番好功夫 上面開始這樣微微的彎曲 那我們可能就會想說 那它的一個水 如果它的平均這一株 大概都是有這樣的一個狀況的時候 我們就會去確認說 它今天是不是可能水太少了 這種上面有一個洞一個洞的 大概就是有一些蟲子會來吃它 那我們就會每一天還是會進行人工儲存 看葉片 看土壤 看溫度 每一天根據不同的狀況做出不同照顧 想年花惹草可不簡單 沒有標準SOP 全都得靠經驗 成立品牌後 佈局網路多年 現在第一個區點就直接插旗 信義去百貨 在核資前可以先圍加它的味道 然後並可以就是知道說 我們裡面是有加了台灣美歸 台灣烏龍場 和台灣方針萬獸局 那我們的原產就都來自於台灣了 假日的時候 有帶小孩子的 百貨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或是說大家要看電影 百貨商圈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那我們在看這件事情 比較就比較不是說 我們想要發展哪裡 而是我們接到的訊息 他們的需求是在哪裡 我們就會想說 OK 那盡量的去滿足 就是大家的一個方便性 在經營品牌的這個過程 其實每一天都想放棄 包含做品牌很燒錢 那有時候這個 一直讓一個客戶他下一個大單 可是他想要做的方向 比如說你就是成本不要那種用 你不要用那麼好的原料 你就隨便幫我們弄 反正你就掛你的Logo 這樣就好啦 我們一樣可以賣多少錢 那這個我們也會選擇放棄 所以我們其實合作的 比放棄的還要少得非常多 就放棄的真的很多 因為在想法上的溝通 可能不是那麼的一致 選擇做自己一步隨波逐流 這是他們的堅持 就連在包裝設計上 都能看出端倪 我們在包裝的選擇 就是以透明的方式 讓他們都可以看得到 裡面的原片 那原料上面的選擇 就是以台灣的水果為主 然後我們自己在排列上面呢 也會希望就是排列的是 讓他們看起來是一個很清爽 然後整齊的感覺 所以我們每一包的包裝 它的包裝的方式都是一致的 每一份包裝 會依照國片的顏色大小 來決定擺放的先後順序 就連高低配置都是有巧思 利用清透材質 營造出對產品的信任度 這樣的堅持 讓他們創業五年 營收從一百八十萬 來到了三千萬 用小小的果乾 泡出了大大賞金